大家好,我是荷兰的林生亮 这两天的消息频传 相信大家有留意的话都看到一个是在欧洲的一个 有三个中国三个德国公民被被抓捕被安全部门抓了 那么其中一个人的是来自中国的背景 这个叫郭剑 那么我这边第一时间接到德国有关部门和一些 人权机构给我的信息 还有一些记者要求我去调查这个 郭剑的背景 那么我也第一时间掌握了他信息 同时我也在各个群里头发了一个 他的情况的一个介绍加上一个他个人的一点点小信息 我在这里跟大家那个 描述一下他 这郭剑呢他是 1981年出生在江苏的镇江市 他是在那个德国 德雷斯顿大协 日耳曼语言协 硕士毕业 他另外还主修了历史专业 根据这个公开的信息 他的次重点是研究国际贸易和跨国 企业文化 中国贸易 正式咨询工作 那么他他在那个整个欧在德国呢是非常活跃的啊 非常活跃他曾经在欧在那个叫 欧洲的那个那个叫明镇 担定过理事 同时他在那个 德国的中国共和党 里面做过秘书长 那么他那个那个这个党的那个 主席呢就叫 非非利通还是非笑非利通 非利通我看一下非利通还是什么啊 那个 他呢在 被抓捕之前呢 他在那个是一个欧洲议会 里面的一个议员的一个助手 这个助手呢就像一个影子助手他从来没有 说公开公开在在露面过的那种 就是给他提供了很多那个中国的一些政策走向啊 这也是中共长期在做的事情 通过让一些人去做这个 议员的那些政府官员的游说工作 那么他这里呢 他就我这边了解到信息呢 他在那个 他当时在读 读这个硕士的时候 就有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就是 德国选项党的一个 负责人 负责人后来呢他又做了一个 德国的议会 议员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他是有这么一层关系后来就 做了这个些助手 据说他的德文呢跟英文也 不太好啊 当然可能比我好很多啊 那么 他已经有 有几次回过中国 当然回过中国不能 我们不能像那个那些老民运的或者一些 网上那些喷子那个大V啊啊 说啊只要你回到中国 回过中国的人都是 都是那个什么特务 这种情况呢不能这样去一概而论 我我认为是不能这样的 不然去认为 就是举与比个我比喻我 我呢 我能不能回去 我不敢保证我回去肯定被抓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是冒不了这个险对吧 那么 不代表说 那个我不回去的人 哎就 不是特务 也不能说因为曾经 在这个中间你回过中国 那么那你人家要崩丧 或者有什么你你不可能说人家不能让人家回国吗 回国你就要贴上特务这个标签 这个是太武断了啊 我相信这个网上也很多人家 但是 话又说回来 如果是说长期你都能够回到中国 只能有一点可以证明呢 他的对中共来说风险性 不是非常敏感 另外呢 还有一个 在能够回国当中的人 可能性成为特务的 机会比较大一点 啊 比如说那个在什么那个 赵紫阳基金会的那个 那个秘书长对吧 嗯 他不是也被美国被抓捕了吗 被抓了他他是间谍吗 他也是经常回去的 所以所以不能以这个为来一刀切 我自己就讲到一些常识啊 不要被网上的一些人 脱口而出谁就扣着谁的帽子啊 郭剑这种现象的其实在 非常非常 普遍啊 那么讲到这里我又不得不喷一下啊 这个些老民运呢天天在抓特务啊 抓特务 几十年如一日 啊不厌其烦的去抓特务 而真正的特务他可能甚至昨天还跟他在意 他他不知道 浑然不知 那么好 我现在郭剑是已经被安全部门抓捕了 那么我就 在群里也发过 说你不是说 抓特务吗 那来啊 这个是特务已经 已经被 被 抓起来的了 那么 你跟他曾经在一起吃过饭 你了解过他的 哎麻烦你提供一下个人信息 是吧 啊你你这样 谁不会张口就说来一个特务谁就扣一个帽子特务 是吧 搞得就乌烟瘴气 谁都不吸引谁 对吧 真正的特务出来 你有检举了没有 有决发了没有 或者说你 有没有执行 有没有反省 对吧 我觉得这些就是耻辱 天天说人家是特务 自己有可能是特务都有可能 对吧 但是 真正的这个抓到了你又不吭声 对吧 到目前为止我把 信息发出去了 没有一个给我反馈提供一些信息 是吧 我基本上就说 现在呢 目前 我们的团队已经的锁定到 郭建的 已经就出生就1981年嘛 如果知道他月份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再缩小一点范围 因为我已经掌握到所有正将1981年 出生的 叫郭建的名字 但是实在太多 如果知道你月份或者日月份 还有或者其他模糊的信息 那么我就可以把 这里收集到的信息当中 再把它排除掉 排除掉之后 再锁定他的ID号 再从ID号里面去 把他所有的信息 搜出来 搜出来之后 再拿这个些 基础的信息 再通过特殊的渠道 再把他整个 背景呢 甚至有可能会把他的出入境记录掉出来 那么到底他回了多少次 中国 甚至还在哪里开房 都可以 那么我这边就可以提供到德国方面的一些朋友 所以在这里呢 也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呢 也麻烦你转发一下 甚 或者说你有相关的信息告诉我一下 这样的话 那么这早日 掌握他所有的证据 以及跟他这个有一起 他的共犯 郭剑绝对不是一个人 也不是最后一个人 那么 刚好 这两天在等个在比利时 荷兰 已经就是有这些安全部门 去介入 去调查中国企业 中国企业住在这个荷兰的办事处 去调查 搜查他们的资料 这也是 是一个连锁连锁的一个反应啊 那么将来可能在欧洲这边更多更多这种 抓捕的行动 整个 以美国 欧洲 这些甚至就五眼联盟 他们的信息是共享的 那么会快速的反应 那么这个是基本上讲到郭剑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我要讲一下 吴孝雷第2件好事大快人心 吴孝雷已经判决出来了 昨天是根据之前的那个 那个公报公告的就是4月24号 那判入监9个月 那也很快他要去监狱去 呃待9个月了啊 让他领会一下那个监狱是什么滋味 第2个呢就是 他在 在 观察三年之后驱逐出境 以后的再也不能来到美国了 当然他不能都来到美国 他意味着他在欧洲或者五眼联盟那里 他也是不能进来的 甚至就是其他的一些国家都不能进来的 这就是民主联盟重新在国际上进行一种洗牌 建立新的一个秩序的一个时候 也是这个契机 吴孝雷为什么讲到吴孝雷呢 我昨天也把吴孝雷的信息重新更新了一下 包括他的英文的翻译 那么他就是一种 跨国镇压的一个行为 他去骚扰那个举行民主活动 骚扰跟踪威胁 这是非常恶劣恶劣的 曾经第1次开庭的时候他 还记者跟他问一下 向着那个记者数中指 这种人性质非常卑劣 他的父亲就是 北京是门头沟的 一个 税务局 党委书记 他妈妈非常年轻 也是税务局的一个干部 当然他有一个消息来源就是说 在情经说到他的信息 他妈妈的信息里面 给到那个 给到吴孝雷跟他说要 但是这个说法呢 只能说是一个说法啊 因为 没有被 FBI采用 或者被FBI或者法院判决的时候 没有说那名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不去 过多的去 评价 那么他 吴孝雷这件事情呢 如果相信 如果有留意 那个中国人权 问责资料库的朋友 你就 或者之前那个中 之前叫中 中共二人榜的 大家就可以看到 吴孝雷 我们当时是最早就把他的个人信息 他详细的家庭背景 都公布在网上 公布在网上呢 我们的志愿指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次资料 发到 FBI 跟 已经跟FBI 取得一些联系 FBI也回了邮件 也跟我们的人 已经取得联系 就说 后续 如何支持 我们也 也有其他 但是这些就不方便 公布 这些东西信息是 给到他们 安全部门 FBI 他们会进行 对他评估 这个人的危险性 以及 他们整理成资料 会给到那个法院 有些可能是公开 有些是不公开 这里就是 能讲的 我在这里尽量分享给大家 那不能讲的 我也不能讲 就这么一个情况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那个还是要 感谢大家的订阅 点赞和转发 评论 因为你的点赞 可以激发 那个他 油管的一个 机制 那么他这样的话 有让更多人能够看到这个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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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